非對疫苗第一劑 30歲以上 預約時間到20號 拿著麥克風 台南地方里長 前滴名 萬週代 疫苗種類以及預約時間 因為史上最複雜 第12輪疫苗登記 就怕一個不守心出差錯 像他昨天那個莫德納 他也是說 我也不知道 我到台外去的地方煮 我們用我們的手機 用他的資料 去查詢 是不是符合這一次第12輪 你老人 他不可以上網 整期又回覆造冊 BNT的全部 差不多自由都 少人來打 整個你 60個月一定要上網一個 複雜的預約方式跟系統 讓長輩跟志工 頭髮冒了燒 因為中央快馬加編 18號開放第12輪 正式開跑 三種廠牌分成兩階段 但規則繁瑣 數量龐大 負責施打的醫護人員 更是吃不搜 以台南為例 第一階段只有六天時間 卻要施打18萬劑疫苗 當教同期1萬劑數量 確實是一大挑戰 第12期坦白講是一個高難度的挑戰 因為總共要打 六天裡面要打18萬劑 一天平均要施打3萬劑 BNT包括AZ包括莫德納 所以說每個 其實坦白講民眾在選擇疫苗的時候 好像有點在去超級市場在挑一樣 時間上修改一下 可能改白改別天可能就有空位 除了台南以外 全台各縣市幾乎都是登記人數爆滿 地方政府陸續新增快打站 台北部分加開5個站點 台中40處 台南則增開7處大型接種站 高雄方面雖然沒加開 但每個地點每天限定一款疫苗 避免混亂 地方政府各自出招 迎戰史上最複雜的疫苗施打 要讓民眾打得快又要打得好 環宇新聞宋軍運成員 威城品珍採訪報導 日韓焦點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合 台灣in or out 北周四晚間九點環宇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 東亞震驚脈